高牆鐵絲網層層組絕 劃分出土耳其和敘利亞的國界 但也就是這一牆之隔 讓經歷大地震後的敘利亞災民 得不到各界援助 變成地震孤兒 三立新聞團隊挺進土耳其和敘利亞的邊境 直擊邊境另一頭的敘利亞 建築疑似因為地震的關係 呈現斑駁的情況 事實上同為重災區的敘利亞西北部 因為多年內戰被反抗軍控制 地震發生後 因為阿薩德政權的刻意阻擾下 持續等不到救難隊和救援物資進駐 仿佛被國際社會遺忘 就連世衛準備的救援物資 也迟迟無法送到敘利亞災民手中 事實上這個關口 我們可以看到有不少的敘利亞難民 正在排隊來辦這個文件 準備要通關進到敘利亞去 許多因為內戰逃離之土耳其的敘利亞難民 得知故鄉的慘況心急如焚 紛紛趕往有開放的邊境 甚至打算自組救難隊 替搶救故鄉盡一份力 國際輿論不斷施壓 敘利亞總統阿薩德終於同意 加開土耳其邊境兩個過境點 豪爛救援物資能盡快進入災區 事實上這個聯合國的官員在前兩天也表示 在整個救援過程當中他們承認 他們忽略了敘利亞這一塊 但許多受困瓦利對下的災民已經等不到援助 只期盼遲來的國際救援能夠盡早進入災區 幫助倖存的敘利亞災民盡早度過難關 三立新聞彭光偉 王輝煌 土耳其採訪報導